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和平导演去世 业内一片哀痛 相比同时代的张艺谋 陈凯歌 和平没有太高的公众名气 生涯满打满算 也就倒了八部作品 然而在圈内却声望极高 和平是个类似路由器一般的人物 为很多项目牵线搭桥 常年担任中国导演协会秘书长 不遗余力积极扶植青年才俊 和平个人的创作高峰期是90年代 那时内地市场的动作片多是少林寺风格 主打一个离奇热闹 刷起任刀客最初来自金牌编剧《鲁尾》的一次尝试 想把好莱坞经典的《英雄之旅》模版 注入到西北民间传说中 写好大纲后因另一个项目无暇抽身 便交给了作家杨争光润色完成剧本 和平的目标很明确 要拍一部不落俗套的新武侠片 那时要拍电影可不比现在 胶片是金贵稀罕物 电影场给导演的常规胶片配比是1比3 比如成片90分钟意味着只能拍270分钟的素材 剧情片省着点也许够用 但对于需要多机位快剪辑的动作片远远不够 和平绞尽脑汁搞了一些废弃的边角料 最终用去了7万尺胶片 什么概念呢 几年后江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拿到了港台投资才敢用掉了25万尺 你体会一下河岛有多拮据 以及江岛有多残暴 信影场原本定的预算是120万人民币 为构建理想的双崎镇和平跑遍了大西北 终于在张叶高台县附近找到一处古城遗址 但除了城墙里边空无一物 只能多花了20万搭景 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得的数 剧组因严重超支 被厂里内部通报批评 双崎镇刀客不同于以往杀声震天的武侠片 走易进古龙范 故事瘦身成几乎只留骨架 没有一丝坠肉 人物塑造极佳 动作戏少之又少 内地供应票房一般 却在港台地区引发了热潮 比如新爷就特别喜欢 后来直接启发他创作了少林足球 故事模糊了具体的时间 大约在民国 开场一个少年在戈壁大漠策马狂奔 溅起的沙利好色黄色的墨汁 意境美得像壁纸 导演采用说书套路切入 伴随着背景音粗力感跃然屏幕 这是个传说中的小故事 据和熙的老汉们讲 海哥出现在双旗镇的时候 那里还是片荒惑 有人说是81年前 也有人说是71年前 总而言之 是中国西部过去发生的故事 这个序幕直接点名了叙事三要素 时间 地点 人物 一个叫海哥的少年要去双旗镇 完全契合好莱坞经典西部片开头攻势 一个英雄来到小镇 没走一会儿少年便拿出望远镜观望 他双刀绑在小腿上 嘴唇军裂眼神纯真的像只小白兔 大漠另一边的水井旁有个光头男正在打水 从装束上看是典型的刀客 刀客原本特指清末聚集于陕西关中一带的秘密暴力组织 成员通常配灵筒打造的关山兜 刀长约三尺宽不到两寸 形质特别极为锋利 所谓侠以武犯进 自然不受官府的待见 刀客并没有统一的核心领导 职业出路主要是保镖游侠或者土匪 后来也有参加革命的 光头男人名叫沙里飞 是远近闻名的游侠 下面这场戏简洁高效 迅速勾勒起人物性格 沙里飞身上是带功夫的 突然体毛觉察出杀气 他慢慢一向马背想拿刀 却飞来一枚铜钱 白米开外的岩石上 两个蒙面刀客示意他过去 能在这么远的距离 把暗器的劲道打得如此之时 必是高手 如果只有一个 沙里飞心许还能应付 但俩就完全没胜算 只能咽了口唾沫乖乖听话 前因后果很容易脑补 八成是一刀先造了孽 引来了对家寻仇 沙里飞没有回答 刀客也没有追问 都是道上的 眼神便是信息量 有个细节精准的反映出 沙里飞的鸡贼老油条底色 等俩人完全走远了 再骂娘找补 战是输了 但面子不能掉在地上 下面导演把范围弄得像恐怖片 背景音传来类似毒蛇土性子的生效 沙里飞内心拔凉 难道刚才骂街被听到了 音量控制的没问题啊 嘴管不住 必须迈开腿 离开这是非之地 没会儿几个路口风沙大作 恶底圣啊 这是来了一个整编团吗 沙里飞沙大作 沙里飞水 沙里飞沙里飞浙 窃血 沙里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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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里顶 沙里飞沙里霞沙里那丹送里 RPM 你看只要镜头用的好 没钱也能出效果 沙里飞看是个灰头土脸的半大小子 虚惊一场 海哥的马跑得直吐白沫 沙里飞迅速判断 他是个新手 好吧哥又行了 沙里飞招呼海哥打水位马 顺便蹭点干粮 什么你竟不知道哥的名号 正所谓平生不见沙里飞 辩称英雄也枉然 方圆五百里 连蜥蜴都认识我 这头牛皮把娃儿 唬得一愣一愣的 海哥看上去懵懵懂懂 自称要去双旗镇领媳妇 去哪 双旗镇 双旗镇 就你一个人 那可不是小毛孩子 去玩的地方 我去领媳妇 红萝卜调辣面 吃出没看出 小毛孩子 还知道领媳妇 长得乖不乖 我 我没见过 一路一路 跟我走吧 这段几处细节有意思 干粮沙里飞并未吃光 又放回了马鞍 说明他倒不是个坏人 只是好吹牛 爱占点小便宜 海哥用的词 不是找也不是接 而是领媳妇 找是丢了 接大多是熟人 而领带有一种契约意味 约好了才会领 剧本写的是真讲究 马背同路 沙里飞继续装十三 老子这把流沙脚疯刀 天下无敌 初入江湖的海哥 见到什么都新鲜 像刚出生的小鸭子 立刻奉沙爷为爱豆 爱豆不拿自己当外人 立刻借钱 海哥琢磨着双齐阵快到了 便爽快的分出一半盘缠 不能让侠士看扁 沙里飞本想有早没早 打一杆子 居然真借到了 大喜过望 夸下海口 以后遇到啥麻烦 来干草铺支一声 谁不来谁是孙子 简单勾勒双齐阵的生态 这是一座大漠中的孤城 以阵上竖的两面旗子得名 一面红一面黄 阵上有皮具店 铁匠铺 酒馆旅店 目测二三十户人家 与其说是个阵 更像是个大漠服务区 供来往的商旅 打尖歇息 当然还有刀客 三人骑马呼啸而来 扔下一个马鞍 跟皮具店老板说 两天后来取 一个字也不多逼逼 村民们视刀客为活 阎望 大气不敢出 后脚孩哥也到了 下马默默走进阵子 这个外来者迅速引起注意 眼见他腿上绑双刀 一身成熟刀客打扮 可脸庞却很稚嫩 还扎了个小啾啾 镇上的人不摸深浅 谁也没上前搭话 空气中只有犬吠与打铁声 突然前方马蹄见紧 正是刚才沙里飞遇见的游侠 到了立刻把刀架在 孩哥的肩膀上 还是老一套 见没见过叫一刀仙的人 孩哥仓皇摇头否认 从中能看出游侠的办事思路 问的都是圈内人 且性格很谨慎 必须保证武力占优 侧面烘托一刀仙的强大 两个游侠在瘸子的小酒馆住下 虎里虎气的孩哥 满阵子找媳妇 他爹生前给定了娃娃亲 自己只知道两个信息 一是媳妇屁股上有颗痣 二是老丈人是瘸子 这里马官撒了个谎 推说镇上没瘸子 刷起这刀客 除了几个主角 对镇上群像的刻画篇幅不多 但低调奢华 信息量都在里子 马官为什么撒谎呢 大概两个原因 一是不想惹事 二是孩哥刚才轻易被挟持 说明本事不行 马官不想瘸子老友 招来个废物女婿 连街面上的小屁孩 都给孩哥起了个小辫子外号 外高踩低是群居动物的本能 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 眼瞅天色已晚 孩哥叫开酒馆的门 想吃点东西投诉 瘸子的女儿好妹 性格火烈 见她浑身脏兮兮 以为是要饭的 滚滚滚 孩哥倒也不恼 直接躺在门口睡一晚 第二天清晨 好妹出门倒水 正伴在孩哥的身上 摔了个大马趴 不自觉眼泪 扑拉扑拉往下掉 孩哥利落了打挺战旗 这细节说明 他也是个恋家子 瘸子看女儿受欺负 追身便打 哪来的小野种 你是个坏小子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要干什么 你说 你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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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野小子 你这肯非打死你不行 你站住 给站爹磕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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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瘸子一听孩哥叫丈人爹满脸懵逼 瞬间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孩哥是怎么知道瘸子身份的呢 可能先前已打听到 所以前晚到酒馆投诉 并非是巧合 而是故意为之 他虽然年纪小 但并不傻 此时街面突然一片混乱 土匪来了 戴黑色头罩的正是先前指纹齐名的一刀仙 游侠二人组走出酒馆 他们心心念念 找了七年得见本尊 具体什么仇 编剧没提 反正今天不见血是过不去了 一刀仙和二当家神态轻松 下马款步上前 脸颊带着西北标志性的皮肤晒伤 故事进行了二十分钟 终于迎来了第一场真正的打斗 此桥段镜头游极慢 到极快 再到平静瞬间转换 打斗戏只费了79格胶片 时长不到三秒 竹针看的话切了七个镜头 先是游侠举刀中颈 随后一刀先拔刀 翘插入土里 同时矮身跪地 然后中颈劈砍正反打 最后喷血推刀回翘收尾 眨眼的功夫收工 主打一个电光火石 此前的华语武侠篇 从未有过如此的仪式感 可以类比西部牛仔的拔枪护射 眼瞅领头的送命 另一个小伙伴也不挣扎了 主动拔刀倾降 然而二刀家丝毫不给面子 不杀你以后还有麻烦事 一刀下去了账 这两位游侠绝非拥手 武力值至少八十分 但仍被一刀先秒了 足见他实力之恐怖 完事后 一刀先与二刀家碰了一下刀柄 轩然两人的感情很深 为后续的情节埋伏笔 土匪装完毕便走 双旗镇大街上空流两具尸体 生逢乱世 人命不知前 居民们早已麻了 全程沉默吃瓜 瘸子带孩哥进屋 讲了自己与他父亲的交情 孩哥他爹曾是武艺高强的大刀客 自创一种吸收拳掌精华的刀法 以弃欲刀 看似平平无奇 没什么观赏性 实则内外兼修威力巨大 当年曾击败过不少高手 威震大西北 瘸子曾随起闯荡江湖 后因一场刀战落下了残疾 自此挂刀退役 带女儿好妹来双旗镇 开了家酒馆勉强糊口 剧中暗示孩哥的父亲已去世 当年孩哥和好妹结下了娃娃亲 从道义上来讲应该履约 但眼瞅着孩哥一枚手一二枚本事 穿得像个装逼失败的蛊惑仔 怪我爹还死了 瘸子心中难免有些犹豫 当爹的谁想自家的闺女 嫁个废物点心受罪呢 但公然毁约又不仁义 便打了个马虎眼 咱从长记忆 我爹 让我来领媳妇 先住下 住下 再说 不过有个细节 让瘸子颇为惊讶 孩哥早早睡下 晚上竟然爬起来 练子石进身工 属于到家的内修功夫 看来他已坚持了很多年 对外瘸子只说 孩哥是自家亲侄 安排在酒馆干杂活 吩咐在这双脊镇讨生活 靠六个字 眼正 手正 脚正 简单说就是不管闲事 腿脚麻利 孩哥生性 内向木讷 看上去笨手笨脚 虽然腿上绑着双刀 连剃马骨都不会 三两下几乎剁成了饺子馅 好妹在旁气得眼鼻冒火 来看姐姐操练 好妹生性泼辣 亲目强者 嫁给废柴也不愿意 加上街面的熊孩子 幸灾乐祸的编排 他性子一急冲回家 哭着让爹地赶他走 晚上瘸子和闺女交了底 孩哥的确是来接亲的 但看不上这号人 放心 这门亲事爹不会认 孩哥在双脊镇处境尴尬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谁知隔天有了显本事的机会 瘸子撸起袖子 教他披肉 孩哥主动要求试一试 这是他首次亮出功夫 注意听 运功时还有电流声 不知是不是跟风 九十年代的气功热 拍摄时导演和平一直想不出如何表现刀法的神奇 小演员高伟是刀术运动员出身 把能想到的招数全耍了一遍 然而景都打好了和平依然没有头绪 突然摄影师说了一句倒拍 两个字点醒梦中人 所以才有了镜头上刀跳出鞘的效果 这个大招着实震傻了好妹 自此不由的对孩哥刮目相看 两人关系慢慢熟络 饭桌上有了欢声笑语 放马时孩哥问出编了许多日子的灵魂拷问 好妹不正面回答 孩哥决定自己探索 晚上趁着姑娘洗澡时趴在门板上偷瞄 高弟弟看看屁股的耳艳明正身 结果惨了 不要让我看 不要让我看 你不要让我看 叫你眼睁 不该看你别看 瘸子气得不清 喜欢屁股就给你来个两开花 看着孩哥振振哀嚎 好妹于心不忍 请求父亲放过 瘸子这才明白 傻丫头已方心按许 两个玩意早恋 让当爹的瘸子分外纠结 之前嫌弃女婿没本事 现在孩哥有了武艺 又怕他锋芒太露招来横祸 在江湖上驰骋多年 他太清楚了 走上刀客之路 非死即残 善终者即少 几天后 诽谤二当家带人到双旗镇喝酒 他色眼迷离 早已盯上了好妹 瘸子每次都用生病挡回去 这次二当家故意把瘸子 支出去喂马 趁着酒性拽住好妹 抑郁当众侮辱 退役多年 瘸子早已没了江湖豪气 面对此情此景 只剩苦苦哀求 吃瓜群众也没有敢出头的 关键时刻还是准女婿站出来 休要碰碗媳妇 二当家看是个半大小子 没太当回事 上去迅速轮了几个大逼兜 排歌江湖经验尚浅 不知该如何应对 眼神充满惶恐 但为了媳妇 不行也得行 媳妇 这么漂亮的妞 睡了她 就睡了女菩萨 你狗熊 厌福不浅呢 神充满 好 是不是又没看清 导演这次甚至把二当家如何中刀的镜头都省了 只用小杨鲜血和周文人的眼神构建气氛 其中有个镜头是海哥把双刀扔在了地上 他也很懵 我去 是咋做到的呢 简直医学奇迹 跌地传授的刀法太猛了 两个随从到很时去 打马扬鞭赶紧撤 杀匪一时爽 事后火葬场 晚上大伙开会合计 干掉了一刀仙的弟兄 他不得铲了咱双齐镇 瘸子像海哥科普一刀仙的背景 他是西北著名的刀客 纵红江湖二十多年 杀人从未出过第二刀 你爹活着的话 心许能顶一顶 你小兔崽子就免了吧 瘸子思量再三决定逃命 走之前让好妹和海哥正式败堂成亲 从此命运深度绑定 就是一家人了 咱大约有三天的窗口期 只要能逃出大漠 便有机会躲过一劫 本想第二天 清晨悄悄声地送两孩子走 谁知一推门 却发现全镇人恭候已久 呼啦啦全跪下了 你们可不能走啊 他不能走啊 你要不答应 我们就跪死在这 可他还是个 还是个孩子 小刀客兄弟 你武艺高强 要能除掉一刀仙这个畜生 就是我们双齐镇的恩人 你们不能走啊 这民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 毕竟祸是你家惹的 没理由让大家擦屁股 三人只好留下再想折 好妹吓得无所适从 只知痛哭流涕 海哥回屋看着刀 心里蒙发出一个主意 很快瘸子送海哥上马 这可吓坏了群众 跑上去死活拦住 瘸子说女婿要去甘草铺 找著名的刀客沙里飞住镇 正巧镇上的马官 曾给沙里飞订过马掌 说这个人确实有些本事 如果能请到他住宫 心许有救 不过这小子要价可不便宜 瘸子说海哥先前跟沙里飞有交情 至少能打个折 并拿自己和好妹的人头作宝 终于换得海哥出镇班救兵 此时沙里飞正在客栈耍无赖 不就欠点租租费吗 等哥接个大伙 一并了账 上酒 两个马仔回到大本营 报告二当家翻车 一刀先听后悲从中来 前面也有交代 二人关系亲密 老子一定要报仇 我兄弟 虽不是一流刀手 但也出来拔萃 看来 此人刀法不俗 告诉弟兄们 刀会爽起针 赶了一天的路 海哥到达了甘草铺 沙里飞思量便客 倒还爽快 就算没你这当的事 爷爷早晚也会灭了他 海哥也懂规矩 拿出一袋钱 事成之后还有孝敬 沙里飞喜笑颜开 好说好说 谣人成功 海哥很happy 所以约定了决战时间 好兄弟不见不散 海哥赶回来 需要一天的时间 朕明曼心里不免有些打鼓 去了这许久 怕不是要哥 小辫子不会真不要媳妇了吧 瘸子家舆论压力山大 除了武侠故事 事态群向也是本篇的内核重点 好妹顶着冷眼 爬上城头眺望 盼郎君早日归来 这个大全生镜头 拍的极有韵味 把乌合之中的冷漠 与个体的无助 表现得淋漓尽致 匪胖那边行动效率极高 除了赶路 没有多余动作 晚上露宿大漠 早上撒尿吃火 这种砍人行动 肯定不是第一回 各方面业务 驾轻就熟 海哥终于出现在天际线 好妹心花怒放的迎上去 我就说俺的好爷们不是闹肿 当晚镇鸣百艳 给海哥洗尘 请到著名的大游侠沙里飞 咱镇子有救了 太阳一落一声 决战的时刻到了 沙丘上刀客策马狂奔 海哥早早的坐在双旗下 近神运气 他在等沙里飞与之并肩作战 全的丈人给女婿 做了顿丰盛餐饭 好妹小心翼翼的送去 镇上居民心情复杂 不知一会儿该庆功还是收尸 正午时分 太阳把空气晒到扭曲 一刀先七人组到了 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 镇民四散躲避 约好的时间已过 沙里飞连根毛都没看见 只留海哥一人直面强敌 此时沙里飞在哪呢 其实他到了 但猫在城外当观众 小酒一喝太阳一晒 死道友不死频道 等会儿看看局势再说 一刀先下马戴上了黑头罩 冲着海哥慢悠悠的走去 二当家竟然丧在这个 爱哭娃娃手上想不通 此时瘸子张人爹 提着刀上去冲我来 好妹在后面哭得撕心裂肺 被邻居死死的拽住 一刀先有点懵 这是让俺练练手的意思 瘸子和一刀先 不是同级别的对手 匹夫之怒 也没法掩盖实力差距 好妹挣脱跑向父亲 扑在尸首上放声痛哭 一刀先并未对好妹下手 但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下面来到铁匠了 咱来讲讲这个理 这个小角色此前只露面两三次 且没有台词 是个刚毅木讷之人 他还是个孩子 要报仇 等他长大不晚 杀一个孩子 又是你大刀客的体面 一刀先拍了拍铁匠的肩膀 大概带着些钦佩之意 勇敢的炮灰 也总比胆小鬼强点 眨眼间血溅两命 一刀先脸上沾满了鲜血 谁知接下来喝醉的马官登场 他晃晃悠悠走到孩哥面前 烈酒焦头帮他醒神 然后嘴里念叨着 我就是大游侠杀李飞 蹬倒西歪走向了一刀先 可以想象又是白给 第一刀瘸子挣扎了一会儿 第二刀铁匠站了一会儿 第三刀马官只一吹变倒 侧面说明一刀先渐入佳境 下手越来越狠 一刀先的实力让人绝望 再也没有证明赶上去 看来引进旧路已成定局 无论如何小辫子都不可能赢 孩哥没有退缩 站起来向对手走去 再料哭干眼泪的好妹 提着老爹的刀要拼命 一刀先扭头的功夫 多少分散了注意力 孩哥再不出手 媳妇就没了 腿上的双刀已经按耐不住 你跟谁写的刀法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潮戏对应着海哥刚出场时的风沙 从声音判断两人对了N刀才分出胜负 导演没有直接表现刀光剑影 而是蒙上风沙烘托神秘感 以气欲刀这种高级货自然只能秀冰山一角 其他靠观众脑补 以若胜强黑八奇迹诞生 纵红大漠二十年的一刀仙终于败了 他拼尽力气用刀抵住身躯 似乎要保留人生最后一丝体面 手下的喽喽见主将挂了 立刻做鸟兽散 此时专业果农沙里飞拍马杀到摘桃子 这就是哥等待已久的好时机 查理飞夺了一刀仙的刀 我擦刀霸竟然是纯金的好奢侈 这一趟没白来 这刀瓣是金的 你骗我 你不忍 我不能不义 以后遇到麻烦 到甘草部来找我沙里飞 这脸皮没有个二十年练不出来 沙里飞是个精彩至极的角色 很有现实意义 初入社会的青年 遇到一刀仙这种顶级恶人的几率并不大 最大概率是碰到沙里飞 说他坏吧还不至于杀人越货 说他好吧 却总是城市不足 海哥走过三具尸体 在丈人爹的身旁跪下 现在他不欠双旗阵任何东西 夕阳西下带着好妹踏上未知的人生新征程 刷起阵刀客已诞生了三十多年 但时间没有磨拾掉他的魅力 在创作力日渐匮乏的今天 如此的质朴浓烈反而更加显奇光芒 这个故事简单的有些不可思议 片头的演员表只出现了五个人 甚至没有姓氏 后来的马官 铁匠 二张家 皮匠 都加上也不超过十个 导演和平没有追求叙事多么复杂 而是走浪漫诗意路线 刘邪在《文心雕龙》里讲 情以悟迁 此以情发 双旗阵刀客里有大量的空镜头 漫天风沙 蛮荒大漠 鸡鸭牛羊 看似无关 其实都是于情于物 开篇的《男生独白》里有一句话 海哥出现在双旗阵的时候 那里还是一片荒漠 奇怪明明有个阵子 虽然谈不上多繁华 但总是有人的 那为什么是荒漠呢 我理解编剧大概是暗指 那里是人性的荒漠 直到注入海哥那团青春热烈的雪 它是人群中的盐 导演每次拍海哥骑马 都多用升格镜头 和沙里飞与一刀仙的粗力完全不同 这些都是在用物为人物塑形 还有个问题 海哥杀死一刀仙后 本可以和好妹在双旗阵过太平日子 以他的实力竞选个阵长绰绰有余 那他为什么还要出走呢 也许编剧觉得老婆孩子热炕头 跟侠客的形象不搭 中国人所谓的侠是一种道德伦理和自然人性的混合体 海哥不能留在双旗阵 否则会不可避免的滑向平庸市快 谁敢说多年前的沙里飞不是另一个海哥呢 武侠是中国人的精神乌托邦 可能只有夕阳中的壮美红色 才配得上侠的精神吧 好了双旗阵刀客就留到这儿 如果绝胆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鼓励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鱼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